松涛时儿如钢琴琴弦 搬轻波时儿又如歌声悠扬 沁人心脾清晨的路珠点坠青台 宛如一幅泼墨画 描绘出天地间的静谧与光彩 我曾试图用这份诗意来填满我的心 甚至爬上了一棵粗壮的古树 像个童年冒险的孩子一样 那天树上的世界宛若独立于成 除此之外 我在摇晃的树枝上安稳坐下手捧书卷 手捧书卷 仿佛一切烦恼都被风吹散 树叶间的光斑在树叶上跳跃 时光似乎也变得缓慢起来 然而就在这一片祥和中 意外却不弃而止 一只毛茸茸的八角怪 悄无声息地降临到了我的树叶上 是的没错 一只蜘蛛 它突然出现在我视线中 吓得我失去了冷静 尖叫一声 反手就把书抛出了树梢 那一瞬间 我的书在空中画出一道优美的弧线 仿佛也在与我告别碰等 你或许会好奇结局如何放心 书是活下来了 它稳稳地落在了地上 只是我的尊严却没那么幸运 或许可以为你的书准备一个小小的降落伞 未雨绸缪吗 正是这山水变幻的意外之美 才让人生妙去恒生